卡雷龙安东尼被称作人类跳投精华 他的投篮起跳轻松流畅 出手柔和优雅 安东尼的投篮也是大多数人理想中的样子 作为一位重型前锋 安东尼的投篮为何又快又稳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安东尼的投篮 首先我们从安东尼的投篮发力来看 第一点 下肢发力 安东尼的投篮屈膝区宽幅度较小 他的下肢发力以压弹式发力为主 以接球投篮为例 他在接球时利用了球下落的惯性顺势尘球 陈球同时降重心肌肉蓄力 前脚掌的快速蹬地 带动了小腿肌肉的收缩 这能充分利用筋膜储存的弹性 同时触发千张反射 在伸展阶段筋膜弹性 以及千张反射共同作用 产生了远大于肌肉拉伸时的力量 最终形成快速有力的起跳 他还会常用到窄居的双脚站位 这也能进一步加速起跳 而传统投篮中常见的是 充分的屈膝屈宽 调动的主要是大肌群 起跳速度较慢 长时间大幅度地拉伸肌肉 筋膜储存的弹性 以及千张反射产生的力量 都会以热能的形式被释放 第二点 上肢发力 安东尼的快速出手技术 他在出手后 投篮手手臂并未完全伸直 这是为了追求快速出手 主动发力快速地压腕拨球 安东尼使用的是 投篮手空手心的持球方式 五指自然违章 手腕带动手指拨球 充分压腕的情况下出手后 投篮手中指是直向地面的 第三 投篮的直线发力 安东尼使用的是右手肩上投篮 在他投篮时采用的是轻微内发的站位 左脚脚尖正对篮框 右脚脚尖内旋 形成侧身 侧身的站位 能一定程度消除投篮时上肢肌肉的紧张 在他投篮时腿 臀部 手臂在同一条直线上正对篮框 形成投篮的直线发力 第四点 转宽送肩 安东尼在三分级远距离投篮时 常会出现向左侧旋转宽步 右肩向前送的动作 在投篮脚步不理想的情况下 这可以帮助身体纠偏 更好的直线发力 同时转宽送肩能让力量更充分的传导 使投篮更有差 第五点 树脂起跳 安东尼投篮起跳时核心收紧 腰部自然伸直 保持了脊柱的中立位 这能更好的传导下肢力量 提升空中姿态的美感 养成树脂起跳的习惯 也能彻底解决投篮挺腰的问题 其次是投篮节奏 安东尼投篮的陈球与起球都是顺势而为 没有停顿 以接球投篮为例 他在接球时利用了球下落的惯性顺势尘球 双手放松贴近身体 他的起球也是利用起跳的力量顺势起球 安东尼常会通过炸球来寻找投篮节奏 炸球衔接投篮的训练方法 可以有效解决投篮手快脚慢 投篮发力脱节的问题 最后是投篮辅助手 安东尼的投篮辅助手 在投篮中起到稳定篮球的作用 没有参与投篮发力 在投篮手将要开始拨球时 辅助手脱离篮球 出手后辅助手是上局的 并不向前跟随 投篮手能够独立出球